紫藤文化集团创办人林福南 14号与世长辞 今天举并火化 数百名亲友 社团代表到灵堂瞻仰仪荣 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 告别仪式今早酒店 在吉隆坡交赖孝恩馆 一楼孝恩堂举行 林福南生前在艺文界结交的好友 社团组织代表 甚至是政坛领袖 如与林福南相似八年 特地赶回国送别的 写州前行政议员拿督邓张钦 布叠国会议员郭素沁 以及实力肯办安驱州议员 王诗奇等人 林福南幼子林岳康代表家属 感谢所有前来吊艳者 深信父亲这一生的功德已经圆满 林车在早上十一点出病 前往如来孝恩园升华馆火化 就说了一生一生的功德 人质家央